秀林乡太鲁阁族传统射箭记忆竞赛 在秀林乡富士棒磊球场举办 竞赛的项目分别为团体组和个人组以及趣味组 选手们准备好平时的实力来争取最高的荣耀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透过活动的办理 希望能够传承太鲁阁族在高山上的生活指挥 一年一度的秀林乡太鲁阁族传统射箭记忆竞赛 各个选手们取去一堂 在秀林乡富士办了一场热情登场 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贵宾们来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我们可以表示 他如果组织祖先早期就住在高山里 射箭可以说是守护家园以及捕获食物的来源 透过这项记忆能够传扬祖先的固有文化 这么多年来 我们也看到我们非常多培育的射箭好手 参加中央参加线级的比赛 都得到非常好的成绩 也看到很多国小一直不停的在持续推动 也获得非常多很好的成绩 这几年来推动之后 那在今年我们也特别把一些比赛的一些方式来调整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在射箭的族人都几乎都是同样的人在比赛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张力扩大 让更多的族人能够来参与 来学习以及来一起推动自己的文化记忆 所以在今年特别 拜托邀请我们的村长也邀请我们的代表 希望今年我们能够把射箭比赛能够是向内提升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拜托了村长能够 就是建制自己部落族人的选手 能够派对参加 那村长这里也非常的认真 也非常的用心 每个村几乎都有派对 那今年呢 参与队伍我们有42队 虽然没有这样开放哦 有42队 那人数大概是200多个 近300人 那我们是因为希望 能够让我们的建议工作能够向下扎根 尤其是自己绣林乡 要让自己绣林乡更多的孩子 或是族人 能够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推动这个计划 所以 今天我刚刚跟阿布拉主任说 现在看到几乎年轻人 他的用意在哪里 就是要培育 就是要生根 我想我愿意这样来做 公所这样来做 主要的用意 是希望能够传承下去 而这次竞赛 主别分别为团体组 个人组和气会组 经过一天的竞赛之后 修议厂长王梅贵 王南村长田文才 文化及公共课长高海云 修议厂名代表王哲元等贵宾 也一颁奖给得奖的选手们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开心 修议厂长王梅贵同时也和选手们 一起合一留恋 把射箭的记录 把它回忆起来 记得继续学习门道